來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 獲利向前衝 今天是8月25號 禮拜五喔 今天行情是如何 這個大跌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昨天本來的NVIDIA 市場上預估 不然徐老師也評估是這樣子 應該要望上漲才對 是有漲沒錯 但是漲的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樣的猛烈 FED 又放音 導致於美股出現一個壓回修正 配合的NVIDIA 不如預期 導致於昨天的美股的重挫 再帶到今天的行情下跌 以上叫做解盤的節目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已經都已經過了嘛 那什麼樣的節目就要有意義 預告未來的行情 於是我們來看電腦畫面喔 找到問題 解決問題 接下來就會很好做 今天來到了禮拜五 收完盤了看到行情大跌 每一個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尤其滿手AI概念股的人 那接下來怎麼辦 要給投資朋友一個觀念 停損它是一個美德 當然啦 現階段來講 不見得股票是停損 可能你只是停利而已 但是呢 你手上的資金可以停損多少 好比一檔個股 你可能抓15%停損 昨天的AI概念股 很多的股票就開高震盪走低了嘛 然後呢 今天搞不好還打到跌停板 一來一往 很有可能兩天之內就到達了15% 假設你的每一檔個股 停損設15%的話 你只要一輩子當中 操作6檔個股 出現了停損 你一輩子可能做很多檔嘛 不可能只操作6檔 可能10檔20檔 甚至幾百檔都有可能 因為進進出出的嘛 你每一次都設15%做停損的話 大概6次的停損 你的資金就完全都融化掉 一點都不剩 所以你每一次的進出都要格外的小心 這個地方 徐老師一直跟投資朋友強調叮嚀 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日線叫早買賣點 周線叫做看波段 月線叫做看趨勢 我待會跟你講解決之道 不用擔心 徐老師還在這邊 我也給你閃閃躲躲 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日線叫早買賣點 周線叫做看波段 月線叫做看趨勢 即便是日KD是黃金交叉的 我講什麼 由於周KD是死亡交叉 而且開口持續放大 這裡頂多就是反彈格局 跟過去的AI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這樣 所以這個階段 你本來就是要高出低進的格局 你每一次每一次有在做高出低進 即便你今天被套牢了 你過去的獲利還是有辦法 cover掉今天的套牢 難道不是這樣子嗎 隨便節目我們看 全市場又開始一片樂觀了 又開始歌功頌德了 說NVIDIA的財報非常非常的好 早在之前我就跟你預告了 我預告什麼 NVIDIA財測我希望它是比較差的 因為比較差的情況下可能是COAS的關係 我還講可能是COAS的關係 如果它財測比較差的話 讓它的股價適時的打低下來 再買上去就好會比較好賺 可惜事與願違啊 它是出來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好的情況 我在前幾集也跟投資朋友報告了 美國這個地方它有對沖基金在買 壓很重 有個股期權壓得非常重 一旦利多出來的話 它要不要先跑一次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現象 叫做利多不漲的一個現象 當利多不漲 NVIDIA押回FED 音派 同步的打壓下來的話 美股是不是順勢的出現一個大跌 而台股叫做潛跌型的市場 美股一旦出現大跌的話 台股是止不住的 連番的回檔修正 連番的重挫之下 接下來下個禮拜怎麼做 你每一步 每一個步驟都要踩得非常非常的穩健 你才不會擔心害怕啊 上個禮拜 先講這個行情好了 這一次的行情 就是從7月31號開始 我學老師跟投資朋友講 你要留意AI的延續性 已經漲那麼多了 果不其然從7月31號一路的開始往下跌 來到了8月14號 跟你講說傻瓜才賣低 從這個階段到這個階段 全部都漲AI 而後到昨天的早上 我不管在簡訊也好 昨天盤後節目也跟你講一樣的話 我說你NVIDIA解讀錯誤 你可能會誤一聲喔 講得很重對不對 今天果真大跌 好啦今天下跌了 與你感同身受 我要跟你站在同一邊 我今天會跟你講 下個禮拜的操作策略 反正今天都已經收完盤了 跌都已經跌下來了 週末假日好好的去放假 下個禮拜交給徐老師 我先跟你講喔 我們的專案最慢最慢 只有到禮拜天24點 你把股票整理出來 該怎麼換喔 今天指數是大跌的 代表大部分的個股 尤其是AI概念股是重災區 都往下跌 但是這個行情 即便今天往下跌 即便我上 我昨天早上跟你請門講說 可以先出一次 即便短線上 長線上都幫你規劃好 但是我要跟你講一樣的話 同時在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下一次這個指數如果要漲的話 還是只能漲AI概念股 我跟妳講我待會跟你講為什麼 於是我們重新再來規劃一下 今天的行情很特殊喔 去漲誰 去漲3711的日月光 我會跟你講所謂合適 連日月光都可以漲的話 NVIDIA包含像AI概念股 漲勢還沒有結束 很神奇對不對 昨天那個行情喔 NVIDIA的電子盤大漲8% 9% 全市場在歌功頌德 只有一個學老師當烏鴉 我跟妳講說你解讀錯誤 妳會烏醫生 話是講得比較重一點點 當然今天妳一看 哇 我昨天節目收看率好低喔 稍微講差一點點就沒有要看 奇怪 好沒關係 拉回來 我選擇講真話 這個行情拉回來的話 下個禮拜該留意到什麼樣的焦點 我一樣跟你講真話 反正妳就跟著我高出低進就對了 沒有這麼樣的困難喔 道琼 哇喲 日KD持續的死亡交叉 好可惜喔 他20走這個地方 就是沒有辦法站上去出現黃金交叉對不對 沿路的開始回 沿路的跌 從這個零售指數開始喔 然後到 銀行業被調降平等 被匯域調降平等 沿路的開始往下跌 那納斯達克來講 原本昨天期待NVIDIA帶上去嘛 但是很可惜來到50週 跟台股一樣 這個地方出現震盪整理 來到月季線壓力區 這個地方出現震盪整理 再所難免了 那費半也是一樣 月季線這個地方壓力區 50週 我節目妳要當成是連續去再看 妳才會知道50週是什麼意義 加權指數也是一樣50週震盪 過去的50週 一旦沒有守住的話 妳看會再多疊一段喔 20週 50週 80週 258 這個數字妳要記起來 不是只有簡單的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妳要外帶 20週 20週 50週 80週 以及低檔噸化盤 高檔噸化盤 要把它帶進來 然後這個只是日線喔 周線看波段 月線再看趨勢 把所有的關鍵點 融合在一起的話 這個行情妳就會操作 好不好 好 好 那今天來講話 日月光上去了 但是我們的3583的星雲卻打下來 妳知道我們這一波的星雲怎麼樣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 我等一下給妳看PPT 包含喔 今天連我們的3044的 劍頂都被打下來 但是沒有大跌 下跌3塊半 我大概跟你講 我現在跟你講齁 持續看好的 投信法能籌碼還沒有凌亂啊 還是持續在買 好 我們接著喔 待會兒要給妳看一些東西喔 可能要跟烘天脸對照在一起 我們先把大問題先把它解決掉 FED 因為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凌晨喔 它會有一個 全球的央行的決策會議 全球央行年會 Jackson Hall 那這個地方來講 在過去的歷史經驗 爆了出來講話 造成美股的重挫 現階段用鷹派在一起 鷹派在一起 你就要看Feed Watch Feed Watch來看的話 現階段看起來 升息的機率還是不高 那為什麼要往下殺呢 市場上恐慌氣氛其實是比較高的 因為VIX往上反彈 然後下個禮拜稍微去留意一下 下個禮拜要公布PCE喔 也是通膨指數 大約是在8月31號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預估值還沒有跳出來 但是之前的CPI 稍微出現一個彈升嘛 所以我們到時候再觀察 PCE的走勢是如何 好大方向先跟你講解清楚之後 於是 我來跟你講解 接下來行情要怎麼處理 新聞面要怎麼解讀 法人的觀點是什麼 美股的看法又是如何 簡單而言 NVIDIA就是超出預期 讓短線客有機可乘 一夜致富一夜暴富的人比比皆是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不會先賣一趟 所以昨天的NVIDIA 開高震盪走低 開高震盪走低 它不是空頭 因為它是創歷史新高的開高震盪走低嘛 所以這個地方 當它趨勢還是唯多的情況下 短線上因為漲太多 它出現一個修正在所難免 但是壓回來 NVIDIA 假設你有做美股的話 還是可以買 然後回給你對照 NVIDIA跟台股相關概念股的對照圖 包含今天打跌停的偽創 廣達技嘉微影的走勢是如何 我大概給你講得非常清楚 YouTube頻道要訂閱起來 我知道最近來講 東森財經台 很多人在看許老師節目 但是因為東森財經 它是一個專業的財經頻道 它會有很多的分析師 你會變成說沒有辦法沿路的追蹤 有的時候看到許老師 可能下個節目又看到別的老師 那你這樣的話 取得資訊的管道過於的廣泛 那就變得是說 你沒辦法去聚焦到正確的一個訊息 有的時候你要像海綿一樣 一直不斷的在吸收 但是這個階段你不能像海綿 你這個階段你要像漏斗 什麼叫漏斗 你要去過濾好的一個資訊 壞的資訊你不要 你要過濾去取得一個好的資訊 好每個階段不太一樣 有階段跟你談 Telegram QR Code 掃描掃進來 Light at 掃描掃進來 因為我在Light at 會發表很多的訊息 也就是說昨天包含像今天 我發表訊息多不多 不多 為什麼 因為沒得發表 行情要回 你要怎麼跟人家講說要漲 對不對 但是即便是如此 加權的日KD死亡交叉了沒有 還沒有 新計算只是在50走震盪 所以下個禮拜有沒有機會 有 但是你必須要換股操作 專案直到禮拜更正 禮拜天的24點 有需要的人到頻道的下方 填寫連結表單 週末假日都會有人跟你服務 禮拜三的行情是往上漲的 為什麼禮拜三的行情可以往上漲 前一個交易日美股並沒有大漲 為什麼台股可以開高震盪走高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當時我取得了第一手的訊息 風向開始轉變了 包含像美國的 這個就業以及失業的人數 他開始在更改遊戲規則 包含像美中的貿易戰 實體的黑名單 他把27家給移出來 我就感覺這個地方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似乎開始進行一個和緩 最近來講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瓦格納集團 就是俄羅斯之前不是 顧這個傭兵集團瓦格納 去攻打烏克蘭嗎 後來這個瓦格納 不是不理俄羅斯 反而是回攻俄羅斯 攻到莫斯科去 那攻到莫斯科來講 他反而直接把普丁拉下來的 然後擺俄羅斯跟這個人 瓦格納這個首領是好朋友 他勸這個首領回去 不要再打到莫斯科 大家都有台階下 好他就說那我不要打普丁了 瓦格納的首領就跑到 靠到擺俄羅斯那個地方去 結果最近來講的話 這個瓦格納的首領 突然間離奇的在飛機上 飛機爆掉了 那現在就開始在查囉 這個飛機爆掉的飛機 試試到底什麼樣的原因 到底是飛彈 可能是俄羅斯的榴彈 不小心打到了 還是他這飛機是字體爆炸的 現在眾說紛紜 但這個眾說紛紜來講 這個結果會非常非常的麻煩 變成複雜化 到底未來是普丁收編了這個瓦格納 重新再收編瓦格納 還是這個瓦格納的另外 再選一個新的首領 再回攻到俄羅斯去 差異會非常大 當政治的問題跟經濟進行掛鉤 當經濟的問題跟股票進行掛鉤 全市場誰跟你講這個 再來喔 這個是我們8月23號的訊息給你看過了嗎 8月23號一大早就跟投資朋友講 Light 8就已經講了 講這些東西 包含像實體清單也好 包含像更改這個遊戲規則也好 包含像NVIDIA的財報 全部都跟投資朋友搶先預告 甚至也要部分齊權壓大 都跟投資朋友講 所以NVIDIA要不要開高 NVIDIA一定要開高 不知道多單壓那麼多怎麼出 但出了以後全部都打下來 我不曉得它支撐這麼樣的弱 供應將決定一切 我大概跟你講供應這一塊 滿足不到一半的需求 好不好 好 緊接著喔 這個我們Light 8都有 Light 8都有 8月23號 也就是你現在進去Light 8你才看得到 訊息的取得很重要 行情它漲漲跌跌 那個都是在所難免 漲多的就會回 跌剩的它就會往上漲 但是你要取得正確的訊息 以及第一手的訊息 是格外的重要 所以Light 8你要來 今天的消息喔 更有趣了 馬上呼應徐老師的看法 今天8月25號嘛 你看這個東西怎麼會這樣 台韓晶片廠在中國大陸獲得豁免 很特殊啊 原本是2022年的10月份 到2023年的10月 一年期準備要滿了 一年期準備要到期了 那當然來講台廠可能會獲得 一年的一個豁免期所謂合適 然後你再看美中的一個關係喔 美國商務部長將在8月底 現在什麼時候 8月25號 要去訪問中國 所謂合適 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喔 奇怪了咧 之前不是講說美中晶片戰 奇怪了咧 之前不是講說要打 AI的應用 奇怪了 為什麼現在就開始要在大陸 進行一個豁免 力度還是力空 再來 你看 周末假日就好好去休息 殺都殺下來了 不要想太多 學老師會幫你把關 禮拜四昨天 早上衝高對不對 因為NVIDIA電子盤大漲嘛 衝高 大家歌功頌德之際 9點11分 隨時留意調整訊息 為什麼 因為NVIDIA一次性的把利益全部都釋放出來 外加庫廠股 這個庫廠股250億 非常非常的特殊 你這庫廠股250億 你預估你第三季整體一整季 一整季你才多少錢 預估才160億 股價就飆上去了 只有你庫廠股實施250億 那是代表什麼樣的行情 那是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你如果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給你看一個以台股來看好了 如果是以廣達為例 人家NVIDIA庫廠股實施250億 是大於第三季的營收的預估 如果以廣達為例好了 第二季的營收 這個百萬為單位 百萬千萬億 十億百億千億 百萬千萬億 十億百億千億 兩千多億的營收 假設廣達實施兩千多億的庫廠股 兩千多億喔 除以今天廣達的股價 24萬來看的話 他可以買幾張 我現在只是跟你比較 NVIDIA預估下一季的營收是160億 他竟然敢在歷史的高點 跟你實施庫廠股250億 所謂何時 你自己要去留意 好 那個在禮拜四 我跟你講要隨時調整 留意調整訊息 禮拜四一大早 指數禮拜四並沒有大漲 禮拜四的節目就跟你講了 早盤沒有先調節持股的人 要如何處理 今天所有的AI概念 全部都往下灌 好接下來怎麼辦 我不是一個落井下石的人 我是善於雪中送炭的人 今天的指數往下灌 第一個日KD在50軸震盪在所難免 第二個景線位置去這個地方震盪 衝高之下再往下灌 景線是站不站的穩 未知數還要再評估 但是你要去留意以下地方是在 放大給你看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個小的三角形 小的三角形叫做月線的扣底值 現在是月線蓋頭反壓 黃色的要先月線蓋頭反壓 下個禮拜來講 它開始從這個地方高點 開始扣底值 開始往下扣 也就是扣底值往下扣之際 當你的指數只要有辦法撐在這個地方 它越扣越低 越扣越低的情況下 月線會開始從急跌開始變緩 甚至於有辦法緩步的往上攻堅 如果是說有辦法走成這種模式的話 自然而然的過去的月線翻壓往上走 是在出現一個指跌回穩大漲的格局 我再跟你預估未來囉 下個禮拜月線扣底值要扣高 緊接著要隨時隨即的要往下扣 如果這個地方在下個禮拜 你半年線這個地方有辦法撐 也就是指數可以撐到這個地方 當月線開始往下扣低之際 月線有可能板壓有可能走平回穩 甚至於往上勾 如果有機會真的往上勾的話 會像這一波的行情一樣 有的時候要安慰你們 真的有點困難對不對 但是不要怕 AI他就是主流 台積電有可能調降第三度的裁測 後來他出來解釋了 還是以法縮會為主 好不好 那世新公佈第三季的財報 不好喔 裁測不好喔 連續拉兩根漲停板 原因為什麼 因為他預估未來的展望 整年來講話 還是比原本的預估要來的高 就跟NVIDIA一樣 第三季因為COA是公佈應求嘛 產能收到限制 所以營收會溫和的下滑 我原本是預估NVIDIA 要跟世新一樣溫和的下滑 會比較好操作 好可惜 他就跟你講很好 衝高了 讓人家先賣嗎 那沒有賣的人沒有關係 就是少做那一趟 少做那一趟不會怎麼樣 因為整體的趨勢還是偉多的 好不好 所以世新來講話就持續望上攻 今天世新稍微有望下跌 但是不用怕 不用怕 因為我昨天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ASIC的金片需求的真正大爆發 還不到 他還有機會 不到市場上的兩成 好不好 所以ASIC 細製財 他還會有機會 那當然啦 昨天我也跟投資朋友分享過了 今天講 就會格外的有用喔 這一波的NVIDIA 先前跳漲24%到25% 5月25號那一天 是因為 原本的財測 第一季財測是72億 然後公司派 法術會直接講說會到110億 所以那個時候他跳漲上來了 那現在是不是印證嘛 你說你公司派 你黃仁勳先生講說會到110億 現在印證是跳到130億 所以比原本預估要來的好 那我不管 過去來講的話 他從72億到110億 他的營收的增加是增加52億嘛 就是法術會講的 要增加52億 現在我們就要評估囉 市場上原本預估第三季是漲了100 是到125億才對 結果下 黃仁勳先生是直接預告160億 是比市場上預估要來的多28億 那多這個28億 就有辦法跟過去多52億來去做比較 怎麼比較 過去多52億股價上漲24% 那現在多28億的話股價應該要上漲幾% 大概要10幾% 好 重新再來整理一次 當你知道未來的目標價是在100塊錢 現在的股票80幾塊錢 修正到75 65塊 我已經知道目標價這個地方了 當股價往下跌 你的價差是不是變大了 就是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安慰到你啦 好辛苦喔 黃仁勳先生講說 訂單看望到明年 然後呢 財務長他講說 COAS封裝訂單 關鍵製程 已經開發 完成 而且是認證 其他供應商的產能 好 NVIDIA 他的講法 以及台灣消息的講法 COAS殘能吃緊 日月光救援 Match到了 一旦Match到的話 日月光上去了 重新再來整理一次喔 為什麼市場上的評估 第三季的營收 跟黃仁勳先生評估的營收 會有出現一個差距到20幾% 最主要是市場原本評估COAS殘能吃緊 但是他現在拉日月光的產能進來 所以COAS這一塊是不是就解決了 當COAS這塊問題解決的話 GPU他就有辦法有效的 給其他的組裝廠商 當他有辦法給其他組裝廠商的話 你覺得偽創拿不拿得到貨 偽引拿不拿得到貨 廣達拿不拿得到貨 技嘉拿不拿得到貨 如果這些拿得到貨的話 將來的營收會衝上去 當營收又有辦法衝上去的情況下 題材是不是就出來了 那現階段的股價往下跌 你要真的買房子賣房 再來看COAS 你看我們怎麼做 5月30號跟你提醒 我現在沒有時間給你看哄天雷 你慢慢對 我之前已經有跟你講過了 5月30號的星雲在哪裡 現在星雲即便回檔修正又在哪裡 更何況我們是高出低進 114 125衝高 再漲 再漲 衝高 6月14號你去對照K線圖 後面都沒有喔 說完房直接跟你講 短線乖離過高 有賺不跑十阿呆 再正 果真壓回了 6月28號跟你畫一條線 出現支撐點 出現支撐點 我請你來我的LINE AT 6月29號小漲一點點 6月30號再望上公 再恭賀 再漲 再漲 我要跟投資朋友強調給你的地方 是這樣子 一個大波段 你想要持有 想要賺到錢 中間肯定會碰到 短線上的震盪 短線上的震盪 當你看得懂 你就是高出低進 當你看不懂 沒有關係 頂多 短套完之後 將來可以解套完續賺 因為這叫波段股票 再來看喔 7月14號禮拜 我跟你講說到196 上看196 7月17號隔天馬上到197.5 有賺不跑十阿呆 先賣一趟 賣完之後押回修正 修正完之後再買 買完之後又上去 恭賀 7月17號先高出一半 這兩天趁亂接回來 是不是買得漂亮 賣得也漂亮 高出低進 再度執行短線上加差 是不是波段加短線 然後再衝高 一口氣吃成胖子 再漲 再漲 你自己慢慢看 你自己把它截圖截下來 都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這樣一路追蹤上來 那中間來講的話 當然會進行一個震盪 震盪我請你來light 就是要做動作了 押回修正 8月4號禮拜五 前一個交易日 叫做8月3號禮拜四 颱風天 我是不是給你錄節目 然後跟你講說 這一天要 早上 9月37分跟你講說 要點火COAS 結果咧 有沒有點火COAS 所以上去拉漲停 可以現在這樣子 恭賀 再漲停 兩天兩根漲停之後 震盪又開始再震盪了 那震盪要怎麼戳處理 8月22號跟你講說 預估量能太大 將220 短線上架差 在這個地方再出一次 大約在250幾塊 那今天咧 226 是不是短線架差出現 下週待命再進場 操作就是這樣子 包含像維穎的利多 偽創廣廣達這些利多 之前都跟投資朋友講過 廣達偽創上修出貨 好 你稍微看一下 這檔個股 偽創 你自己去看 大量區在哪裡 季線在哪個地方 這檔個股 廣達 大量區在哪個地方 微影 技嘉 自己去看一下 NVIDIA到季線 破了之後 大量區 開始往上彈升 每一次的操作 我都有辦法跟你講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接下來行情如何看待 KD交叉一觸即發 不會操作 認同徐老師理念 有需要我們幫忙的人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辦法跟你講得零零盡致 到我頻道的下方 填寫連結表單 感謝你的收看 今天見囉 掰掰 想跟著徐趙星老師一起獲利嗎 立即掃描螢幕條碼 加入官方社群 LINE搜尋 小老鼠 iSTOP168 最新標普資訊 盤中解析 天天免費看到寶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特别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